英著名通灵师预言中共解体事件 在2022年9月1日的最新视频中 帕克先生预测中共将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解体 他的预测与2022年3月一个蛇刀人的预言不谋合 英国著名的通灵师汉米尔顿·帕克 很多人都喜欢称他为预言家 他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粉丝 也为他预测了世界上的很多大事件 最后都变成了现实 准确率极高 他曾经在2021年11月的视频中 预言2022年开始 中共与西方的冲突会愈演愈烈 以及台海的紧张局势会更加恶化等 帕克先生在9月1日的视频节目中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将发生一场变革 我认为预测一件事情 何时发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所有的预测者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对于中共的灭亡时间 我感觉非常的强烈 在2021年11月的预言中 帕克先生就提到习近平今年会遇到麻烦 主要的麻烦来自于习近平想继续连任 近期 中共公布了二十大的召开时间 习近平希望尽快加冕 在2022年9月1日的最新视频中 帕克先生预测中共将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解体 他的预测与2022年3月一个奢刀人的预言不谋而合 帕克先生在9月1日的视频节目中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我曾经多次说过中国将发生一场变革 我认为预测一件事情何时发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所有的预测者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 这一次对于中共的灭亡时间我感觉非常的强烈 在2021年11月的预言中 帕克先生就提到习近平今年会遇到麻烦 主要的麻烦来自于习近平想继续连任 近期 中共公布了二十大的召开时间 习近平希望尽快加冕 但是 帕克先生说 在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分裂 因此习近平的加冕就变成了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认为习近平最终不会当选 2022年3月 我们报道了奢刀人现身江湖 并且该奢刀人说出了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一个终极语言 情况是这样的 一位网友见到有个人推了刀来卖 正巧他要用刀 所以就问多少钱一把 奢刀人说 跟我有缘分 我的刀只设不卖 网友又问为什么 奢刀人说 集团崩 红传尘 坏人亡绝灭 好人寒冤的血 他就来收钱 网友问什么时候收 收多少钱 奢刀人说 今年腊月十余元 明年就收十元钱 过了明年不要钱 大家知道 中共之下的中共政权被称为红朝 那么这里的红传是不是就是指的红朝呢 那奢刀人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共政权终结于今年腊月呢 另外上面的称语提到今年腊月来收钱 这里所说的红月实际是指农历的红月 那就是杨历2022年12月23日至2023年1月20日 年初奢刀人的视频在网上一放出来 立刻引起了轰动 很多人议论纷纷 意识到中国要出大事 此次帕克先生预测的中共政权终结的时间 与年初奢刀人所说的时间点基本吻合 其实 关于中共的命运上天早已给出了不少名士 意象贫生 比如2021年的9月5日早上 一只黑天鹅突然降落到了天安门广场 通常天鹅是极少在人群密集 远离湖水的地方出现的 天安门广场也是中共邪恶政权的中心 黑天鹅降临 预示着中共预料之外的事情要发生 蹊跷的是 2021年9月4日上午中共起家的地方 延安发生了大规模的窑洞坍塌事件 凡是没有偶然的 中共的老挝倒掉了 说明中共的气数已尽 离倒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 是指人与天象的合一 人们常说的顺天意 其实说的都是天象 当然人类最终的天数 天象 天机 天意都在创世主的掌控之中 人类的大变更 大高潮已经近在眼前了 中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